俄罗斯武士国际条约 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受到全球踏伐 多国政府以及国际各大企业谴责制裁 俄罗斯国内也涌现了反弹声浪 不仅是有超过50座城市出现反战示威 现在连普廷政府高层都传出不干了 彭波引述消息指出 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琳娜请辞 但被普廷要求留了下来 纳比乌琳娜上周才被提名新的5年任期 为何现在会请辞 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在纳比乌琳娜带领下 让俄罗斯央行累积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量 成为全球领先者之一 并让通膨率降到后苏联史上最低点 但这场战争让他9年来的成就全都泡汤 Euromoney银行家等出版物 都将他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之一 随着西方制裁导致卢布暴跌 纳比乌琳娜将关键利率提高一倍以上 并实施资本管制阻止现金外流 对此克林姆林公没有做出回应 执行人士宣称 现在离职会被视为对普廷的背叛 而纳比乌琳娜与普廷密切合作 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 除了纳比乌琳娜闪思 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指称 普廷政府资深幕僚邱拜斯 本周辞去气候特使一职 辞职原因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目前人已经离开俄国 与妻子住在土耳其 邱拜斯在俄罗斯前总统叶尔辛 经济改革中扮演药角 曾主导1990年代财政改革 被誉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 普廷上台后也相当倚中邱拜斯 2020年任命他为国际特使 法新社指出 邱拜斯是自由派 有时挥批评普廷的行为 普廷正式宣告入侵乌克兰后 邱拜斯在脸书贴出 已故反对派聂姆·佐夫的照片 被认为是表态反战 但他并未多做评论 克里姆理工发言人表示 邱拜斯是依自身意愿离职 这是他的个人事务 以上借杨药如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